Hello 各位早晨 這部IQ Giants 我想你和我的感覺應該是差不多 如果你對這個故事沒有理解的時候 因為這部電影本來是改編自一個漫畫 如果你沒有看過這個漫畫 就這樣看這個圖片的話 很自然的感覺就會覺得這部電影是一個奇幻的電影 因為他很明顯地告訴你 他背後的幕後班底是和Harry Potter有關的 另外你看那個圖片 一個女生拿著一些奇幻魔法類型的武器 面對一個巨人 很明顯就是奇幻類電影 就像Harry Potter那樣 就是這樣吧 他這部電影 但我覺得如果你當它是一個奇幻類型的電影 你就看錯電影 你就會失望 因為這部電影主要是想說一個寫實的故事 你可以說是一個女生 coming of age 那樣的故事 如果你是為奇幻看那部份去看這部電影 那就看錯了 但如果你對這部電影的期望是對的 這部電影其實也是不差的 其實是拍得不錯的 那他的故事就是 在現實世界 不是一個奇幻的社會 不是Harry Potter那樣 是一個現實的社會 有一個女生 最初你對這個女生的了解其實不多 你只知道他在他家裡有兄弟姊妹 其實他的姐姐就照顧他的家庭 但是他在家裡很孤僻 和他的家人不多說話 他在家是這樣的 他上學也是這樣的 然後你的故事進行下去 你對他了解多了 你就知道 他平時最喜歡看書 他喜歡看童話 和神話 那類型的故事 他相信 神話裡面有提到 有一些巨人 一些巨人 他不時都是 整天喉著想攻擊人類 想搞到陷球產 但是他透過吸取知識 和他本人有各方面的天份 他覺得 他有一個 殺死這些巨人的知識 和技巧 他相信 從他自己的角度 其實他已經是 保護地球很多次 因為他過去曾經 並且繼續進行中 即逢是有這些巨人 侵略地球 他就去殺這些巨人 其實他是一個很古怪的女生 他身邊的同學 家人 老師都覺得他很古怪 但是他覺得 不是有我 你們早就玩完 用國語說 YOU BUSHER YOU WAH 你們就去玩玩 所以 從他的角度 作為一個偉人 被人誤解 其實也是很正常 我故事繼續說下去 其實是關於這個女生 所以我也不能介紹他太多 即是 發掘他更多的過去 以及他怎樣想 以及他怎樣 和這些巨人 怎樣戰鬥 就是一個這樣的故事 正如我剛才所說 如果你當作是一個奇幻的故事 你就會失望 他裏面有巨人 他不是說 那個圖片畫了這樣 然後整齣戲沒有這些東西 又不是這樣 他有那些鏡頭 並且是拍得不錯 即是那些特技 但他的故事 並不是真的想說 他的故事更加想說 這個女生 即是很平實地說 這個女生 他的學生 他的家庭生活 他的家庭生活 他在想的事情 那些 以及他的成長 即是他在 開始的時候 和出戲結束的時候 他是一個不同的人 他成長的過程 就是這齣戲 想說的事情 他裏面說的故事 其實是嚴肅的 不是玩笑 不是童話 是認認真真 去說一個 coming of age的故事 所以 如果你當這齣戲 因為有一類型的 英文戲 是說青少年 coming of age的故事 如果你當它是那種類型 去看 那就OK 那就OK 因為他的演員 是不錯 他在Poster上 寫了很大的字 Soul is Sardana 其實他是一個配角的角色 如果你為了看他 你被他找了 他的主角 第一主角 其實就是那個女生 Madison Wolfe 我覺得他做得很好 那個女生 我是很憎恨童星的 我不知道他是大人扮小孩 還是他真的是小孩扮小孩 我不知道哪樣 總之那個女生很好看 他演這個青少年的角色 很好看 他演得很好 還有 我可以幻想到 是一個很難演的角色 但是他完全能管理到 他這齣戲 從頭到尾都在 這個女生的樣子上 我看完整齣戲 我覺得他很好看 因為如果你是看一個 反感的角色 令你反感 令你作嘔的角色 你要看他整齣戲 你很難受 但是這個女生是演得很好 另外 我覺得 我覺得 我本來已經是喜歡 Emojan Poots 我本來就是喜歡他 他拍一些不好看的電影 那些什麼 我都喜歡看他 我覺得他的樣子很可愛 在這齣戲裡面 我覺得他有表演的機會 他的戲份不算很多 他演的那個姐姐的角色 但是有他的時候 我覺得很好看 所以在這齣戲裡面 我覺得兩個主要的女性演員 都很好看 其實已經加了很多分 但是這齣戲又不是完美 我覺得就是因為他的主題 其實他是在說一個很嚴肅的故事 其實一點都不奇幻 是一個很嚴肅的故事 就是因為他主題的限制 那個主角 無論他說話是多瘋狂 多奇怪 但是他不是一個可愛的角色 我覺得是沒有辦法的 這是一個限制 他的角色就是這樣 就是不是十分討好 所以有些位 我作為觀眾 我都看到 他真的很煩 他真的很煩 其實有點像 新世紀福音戰士 你是喜歡他的中的角色 你有時候看著他都看得噴 你也會覺得 有什麼膽子 有什麼很厲害 可以看得很噴 但是你不是不喜歡他們 這張電影是令我有這樣的感覺 所以某些時候我會看得氣淚了一點 但我覺得是故事的限制 而且他要處理主題就沒有辦法 至於他講的主題是甚麼呢? 如果說的話我覺得是串竅 所以我不提 但我又覺得他處理的主題又不是每個人都合理 我認為是一個重要的訊息 我是欣賞他 他拿主題來拍電影 講一個曲折的故事 我覺得他是一個有心的製作人 但又不是每個人都會喜歡看 你欣賞而已 不代表你喜歡 是兩回事 所以我覺得這張電影是因為他的故事 他的主題有各方面的限制 令這張電影不是十分高娛樂性 但這張電影其實是拍得很好的 他的故事是完整的 他裏面的演員是做得很好 他的製作是非常好的 但不是每個人都合理 所以你看 你中了服就不要賴我 戴著頭盔 其實我是欣賞這齣電影 我覺得是OK的 所以我給他的評分有試價 我覺得都相當不錯 有機會可以看 但又不要拼得這麼盡 我買一張Blu-ray 買一張4K來看 這樣又不好 不一定對你來看